山壁上的石头不断掉落 关山公路段工程人员冒险 用怪手迅速清除落石 旁边的工作人员也紧盯着山壁 万一大量的土石滑落 就会马上吹哨子撤退 那边也有怪手在挖 现在就是路先两边都在抢 要想办法把路弄通 让村民可以进出 由于收到五月底的梅雨封面 毫大雨的影响 造成南横公路道路中断 力道部落族人无法下山 乌鲁国小力道分校的学生公餐 也受到影响 就医以及培育物资 都只能徒步走天龙古道 相当不方便 我们的村民 大家用接力的方式 将我们学生 这礼拜的营养午餐 跟我们的营养早餐的食材 然后用人工的方式 从天龙古道 然后背负上山 旧户的话 麻烦就是万一是比较紧急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就比较不方便 因为路中断 下来一段时间是别用抬的 海端乡公所已紧急派轮 上山发放一星期的粮食 但是南横公路却因为落实不断 还无法通车 关山公路段表示 会派出破碎机入山 如果天气允许 会尽快清出一条便道 让居民人车可以通过 不过由于山区天气不稳定 影响抢修速度 公路段表示会经历抢通道路 记者文贾家的办台东海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